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响应联合国国际女孩日 中央特别将每年的10月11号定为台湾女孩日 而花莲县社会处也选择在花莲富幼青创园区 举办了2023年花莲台湾女孩日的活动 县长徐真伟也亲自到场和相亲同乐 期盼女性平权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在不同的产业都不受性别的歧视 让许多优秀的女性在各行各业都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 台湾女孩日不仅是一个庆祝女孩权益的节日 更是联合国所提倡的投资及赔礼女孩的行动 花莲县府社会处26日在花莲富幼青创园区 举办2023台湾女孩日活动 有下午茶野餐女孩们的精彩热物 还有趣味闯关游戏 同时举办女力奖堂邀请专家分享 吸引不少妈妈带着小孩前来度过周日下午时光 希望我们在妇女的平权里面 女性的平权以及在各行各业 我们都能够竹目踏实 都能够透过任何一个管道 在不受性别歧视的状况下 能够一起来推动 而且我们的这个女孩坚持有坚定的有自信的往前冲 所以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优秀的女性的我们的好朋友 女力奖座邀请安心云 分享真我由我自己定义 解锁分享她一路以来各种角色转换心境 县府社会处表示 透过活动举办是对女孩权益的一种有力支持 希望女性平权体现在各种日常 在不同产业都不受性别歧视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让更多优秀女性在各行各业都能发挥潜能 接着张邦彦华理事报导